開餐廳是一路從小以來的夢想 自己喜歡有東西吃 也喜歡下廚煮幾尾 會招呼朋友 雖然自己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起步遲 但是有心去做 也有一個成功的機會 我是Matthew 我是番茄師兄的負責人 其實做橫行做了整十五年 以往以為會做到退休 一路做下去就會覺得 可能自己做的事 或者是銀行的方向 都是賺錢為目標 實質對客人的幫助 未必那麼大 會自己做得不太開心 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吃番茄 湯底試過很多款 也找很多朋友給意見 最終得出來的反應 就會覺得番茄湯是最容易受大家接受 以往來說 我自己不是太留意政治的事件 一些人出來遊行 一百萬二百萬人遊行的時間 我自己的感覺都不是太大的 直至七二一事件 會是一個trigger point 會令我很憤怒 真的看到為何香港會發生這些事 八月中左右 開始會以店舖的名義 我們有一些免費的餐送給人 八三一之後 也是一個令我很生氣 很震驚 很不開心的一件事 想就參與度多一點 是支持同路人 出來表態參與抗爭運動的人 在九月二號三號這兩天 本身是做罷工的人 那時候我就想了 把一個優惠請回支持這場運動的人 去吃東西 或者免費餐 這樣推出 自此之後 對這場運動的表態 越來越明確 可能去抵抗暴政 越來越加強這個語氣 因為以往 我在一間大機構工作 我不會說可以有自己個人的立場 到這一刻來講 自己做一間小店 有什麼立場 其實都是自己去決定 那個感覺是很不同的 在這件事裡面 看到香港人 這一刻來講 是前所未有那麼團結 也都見到 很多原先不會怎麼表態的人 也都最終都會出來表態 或者去做一些行動 去支持這件事 其實也都很感動 希望我們香港人的團結活動 可以影響到其他國家的人 去支持我們香港 在這個運動裡的做法